约伯记第24章 为什么权能者不保留赏善罚恶的时间? 为什么认识他的人不能看见他的日子? 恶人挪移地界,抢夺群处去牧养 他们赶走孤儿的驴,抢取寡妇的牛做抵押 他们是穷人离开大道,世上的贫民都一起躲藏起来 这些贫穷人像旷野的野驴,出外劳碌,殷勤寻觅食物 野地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供应食物 他们在田里收割草料,在恶人的葡萄园中摘取剩余的葡萄 他们赤身露体,无衣过夜,在寒冷中毫无遮盖 他被山上的大雨淋湿,因为没有躲避之处就紧抱磐石 有人从母亲的怀中抢走孤儿,又抢取穷人的衣物做抵押 因此穷人赤身露体流浪 他们因饥饿就抬走河捆 他们在那些人的行列之内榨油 有踹酒,自己仍然口渴 有人从城里哀哼,受伤的人呼求 神却不理会恶人的愚望 又有人与光为敌,不认识光明的道,不留在光明的路中 杀人的黎明起来,杀戮困苦人与穷人 夜间又去做盗贼 肩负的眼睛等待黄昏,说 没有眼可以看见我,就把自己的脸蒙起来 盗贼黑夜挖穿屋子,白天却躲藏起来 他们不想认识光明,他们看晨光如死印 因为他们认识死印的惊骇 这些恶人如水面上漂浮的东西迅速流逝 他们在世上所得的粪被咒诅 他们不能再走葡萄园的路 干旱与炎热怎样消除血水 阴间也这样处去犯罪的人 怀他的母胎忘记他 虫子要以他为甘甜 他不再被人纪念 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 他恶待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的妇人,也不善待寡妇 神却用自己的能力延长强暴的人的性命 生命难保的,仍然兴起 神使他们安稳 他们就有所倚靠 他的眼也看顾他们的道路 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 他们降为悲,如众人一样被收拾起来 他们又如骨碎枯干 如果不是这样 谁能证明我是撒谎的 指出我的言语为空虚的呢?